想要加入民眾黨的人啊 請先看看謝立功 看看謝立功的下場 看看謝立功的結局 看看最後謝立功成為一個 這樣的一個悲劇人物 為什麼呢 好歹當過移民署署長 好歹在基隆 選過立委跟這個 市長 選過嘛 對不對 好歹在國民黨 曾經是一方之霸 算是有頭有臉的人啊 結果就到了民眾黨 很大哦 看起來蠻大的 秘書長 三個字聽起來很好嘛 對不對 好像幹了兩年多 最後的結局 這就是謝立功的下場 為什麼 要你來的時候 謝立功哇 好像奉落上兵 兩年多了以後 謝立功連要在代表民眾黨 在基隆 選一個立委都不成 說要讓給這個 等於說國民黨嘛 所以呢 那為什麼這樣做呢 因為很簡單 在柯文哲的立委 我說藍白不會合 只有藍白脫 沒有藍白合 為什麼呢 因為在柯文哲的 最高戰略上面 他的民眾黨要扮演一個 比如說三黨不過半的話 我這個小黨 我其實最小 但是呢 其實最少 可是你要做什麼事 你要選立完院的政務院長 還要選什麼 都要我決定 所以呢 那麼他在這個 基隆呢 看起來 來跟國民黨的謝國梁合作 他們合作就好像民眾黨 不讓你謝立功 這個選嘛 那至於這個李美玲啊 那麼他做夢也都想不到 李美玲學歷非常高啊 台大法律師跟那個德國啊 應該有拿到博士吧 所以他的這個相關的這個等於法學素養跟那個學歷很高啊 但這告訴你一件事 學歷高或是EQ高 跟你做人處事最基本的道理完全沒有關係 你怎麼會講出這樣的話來讓大家覺得不可思議嘛 要不是因為這一次這樣的一個事件去碰到了一個 他還隨身帶了一個什麼台的你們自己很清楚 那故意去搞這個直播嘛 然後呢 結果呢 他就替邦 富台哥一泡而紅 他不是事先說好在那邊等的 說好在那邊等的話 大概就把它剪掉 你知道嗎 他是你隨意找一個 本來想得到一個什麼答案 得到一個答案就是 這個彈藥庫要趕快搬啊 趕快搬啊 民進黨怎麼都說一大堆啦 我們嫁人要怎麼都 他想得到這樣的答案 結果沒想到竟然去踏到鐵幫 而且呢 到後來 因為他本來要質疑 這個富台哥 他不是基隆人 例如說你怎麼在那裡出事的 結果沒想到人家還是這裡 土生土長在那邊出生的 所以他對整個彈藥庫的來歷非常非常的了解 最後竟然惱羞成怒 才會丟出逃打兩個字 我覺得國民黨至少黨中央 包括林涛 包了包啊這些人啊 至少腦袋很清楚 他知道當他說 林美齡說出逃打兩個字都完蛋了 完蛋了 那麼不管國民黨跟共產黨能夠達成什麼樣的一個協議 過去馬英九實在也簽了十幾個什麼協議啊 可問題是這東西是台灣人的底線啊 我們台灣人不能接受這樣的說法 什麼我逃打 所以他們的飛機他們的飛彈他們的軍艦過來都是我們台灣人應該適合就對了 所以他們趕快說要黨紀除分所以李立美齡退出 李立美齡退出也很奇怪 李立美齡說他好像沒有加入這個民眾黨也沒有選立委嘛 不過我覺得民眾黨的態度最奇怪 因為呢謝立公不是馬上反彈嗎 要黨中央說清楚講明白這樣負面 他也認為他負面 因為沒有負面的話國民黨幹嘛黨紀處分啊 所以呢他也認為這樣 謝立公認為影響到他 當然謝立公後來這個喊冤就說 我謝立公起勢極極於名利之人 我起勢為了立委 哇那謝立公很了不起 他完全不是為了自己的立委 要不要選能不能選 他是為了民眾黨的未來耶 你知道嗎 所以呢那麼李美齡最後說 沒有他沒有要選啊 然後說一大堆就對了 好啊既然如此 我還記得 你拜六的時候民眾黨有一句話我還記得 為什麼呢 那句話是 黨員個資不能透露 請問李美齡如果沒有加入你民眾黨的話 請問你有黨員個資的問題嗎 非本黨黨員 那你當然不能透露 因為跟沒有加入嘛 你這句話 豈不是此地無銀三百兩嗎 如果他有加入的話才有 黨員個資不能透露 他如果沒有加入的話 你說本黨沒有接貨 因為聽說民眾黨的基隆市黨部 並沒有接貨他那個申請加入嘛 那中央問中央 中央卻是這個黨員個資不能透露 很奇怪耶 好奇怪 加入民眾黨是怎樣 是啊是這個羞於見人 還是不能見人啊 很奇怪 大家會就有這樣的一個嘛 不過從這件事告訴大家一件事 有網路聲量不一定是好事 你看李美齡一天有沒有 一天的網路聲量爆漲啊 一天有的人就比較淺對不對 結果沒想到既然是這樣的下場 最後被迫離開國民黨 那現在呢我相信民眾黨就算他加入了 也不敢提名他去選這個激動的立委 呃再次告訴大家 國民黨呢你們要跳船 看看謝立功的遭遇 好 那你討中共打這句話 哇這蔣公會氣得爬起來吧 這李美齡人人家在衰進步 我省菜股 那種八年前去跟蔣公 出面的現在網友還要說 蔣公那時候就可能會 如果挖起來我剛才把他扒下去 說你出我的面要創什麼 上次那個那個富臺哥意思就是說 有純沒泡嘛 有純沒泡你 你把泡沙灶之後沒泡要創什麼 結果去做民調 網路做民調 九成的人說那個基隆彈藥庫不要錢 所以呂美齡這島 可能這島之後他可能也下課 可是各位覺得很奇怪 呂美齡他講了這個事情之後 他退出國民黨之後 馬上傳出一個消息 說他要代表民眾黨選立委 可是呂美齡說我沒有我沒有 然後謝立功說不行 然後黨中央說這是個資不能講 所以消息誰放 民眾黨消息就是民眾黨的中央放了 為什麼他就先跟他講說 這一個來去接觸看看去接觸看看 去接觸李美齡看不要代表我們去選 其實民眾黨有要選嗎 沒有啦 民眾黨就是要拿這個去跟這個謝國良 去跟這次提名的林佩祥談判的意思說 我們有這個 我們有這個李美齡 你要注意這個有可能代表選 李美齡從頭上說沒有啊 我沒有我沒有要選啊 我也沒有要加入民眾黨啊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柯文哲的這個民眾黨 本地給他放謝立功 放哪裡要去跟他講 講講理用後 現在這個李美齡更加強 整個講說我就是要叫李美齡算 所以這個看出民眾黨的這一種特質 四個客人去跟這個國民黨說 你如果不要騙我合作 你如果不要聽我的 我就要派人騙你選 好 所以請教棟豪哥 所以最苦煮的苦煮當中是謝立功 就這樣被利用完了 謝立功的下場反而就是一點不意外 他那個時候被柯文哲 招攬去當民眾黨的秘書長 當了還多久就被換掉了 兩年 那謝立功本 沒講 對柯文哲來講 你如果在地方上面有點實力 他會認為你都是要依附他的 用一句他以前喜歡形容的 流浪狗集團 你們都在外面流浪的 是我來收容你們 柯文哲本來就對人為會有這種歧視 他看人是很現實的 就你不要看說現在大家三邊的人 只要哪一天 你沒有一點力量的時候 換你就換你 這個人是非常現實的視力 那在 但是因為很多人就不相信 不信邪嘛 就要去碰 要去試他嘛 那你就去試 那現在藍營小雞都是這樣子耶 很多小雞要去試啊 是啊 那很多藍營小雞 尤其是台北的 尤其是台北的 就是想抱三隻母雞 那這種處境也很特別啦 就是說 哎好有疑喔 如果強一點也不會 可是我也沒有看過抱過三隻小雞的 抱三隻母雞的 然後每一隻母雞又都不夠大 你在搞什麼 就算你能過關喔 就算你能過關 這個政黨也垮 所以國民黨後來會 以後的國民黨會變成一個這樣子 什麼樣子知道嗎 就那個黨喔 黨只是一個 只是一個加盟店你知道嗎 然後這個不用付加盟金 你也不用怕退黨的時候會被處罰 為什麼 因為那個加盟組常常在換 他以後的概念就是說 我有需要的時候我就加盟 我沒有需要的時候我就換個招牌 然後呢 同舟計畫 類似同舟計畫的時候呢 往往會幫這些主動離開的人 國民黨就是民眾黨化啦 是啊 就是根本無所謂啊 就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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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了